我们继续来观看 202新乡WTT世界杯女单半决赛的较量 陈梦大战王曼玉 现在来到了第四局 陈梦还是暂时领先 第三局呢 曼玉都是输给了陈梦 陈梦第三局是险胜了曼玉 那现在对于曼玉来说呢 现在是落后三局 没有任何退路 那就放开心态 保持住一颗平常心来打 放手一搏 曼玉 加强攻击 变化路线 这板球切得还是非常到位的 帮助快思转正手 这一局仍然是非常胶着的节奏 我可以说我可以说的吗 我可以说我可以说我可以说它是有一个个人的派人吗 3-2 3-0 3-0 3-0 现场也是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哦 漂亮 神仙打架满玉 好像 一下子打开了 糊了出去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反正 已经是落后三局 索性就 拖了出去 看看这场比赛 到底能打成什么样 跑开结果 只专注于比赛的过程 快 4-5 曼玉翻迎 翻 6-5 6-5 加油 加油 归球出台了 6比6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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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年 降致 六比七 蠻语叫了暂停 这场对决陈梦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不错 暂停 好 在暂停未来 双方的决战时刻提前上演 到了最后关键球的搏杀 万一反拧 赶正手 相持 球还是丢了 相持 精彩 万一这板球打的 还是比较聪明的 用自己的反手 去对上陈梦 有没有挂住 8比8平 漂亮 接发球直接扣杀 万一将比分反超领先了一份 9比9平 9比9平 这比赛 也是看着相当的过瘾了 真的是 不打到最后一刻 很难分出胜负 3比4平 1比4平 曼玉发球 那么接发球失误 那这样的曼玉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曼玉的心态这一局可以说是完全放开了 压力来到陈梦这一边 向此陈梦转正手 四比四平 这种比赛现在是不敢眨眼的 生怕错过精彩的瞬间 曼玉反眠 陈梦正手搏杀 再一次夺下了晒点 曼玉 tres 两个 、两个 三个 一两个 一对 五个 八个 三个 六个 六个 12比C 曼玉又拿到了局点 赛场完全交给两位球员 漂亮 曼玉 颁回了一局